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的新闻让人眼前一亮 首先我们要聊聊中国的纸牌游戏 灌弹引发的政治风波 北京官媒北京青年报连发三文炮轰灌弹 称其是躺平的元凶 而其他官媒则纷纷反驳 称其夸大其词 官媒的掐架引发网民热议 有人甚至猜测 这背后涉及高层政治内情 真是扑朔迷离啊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俄的新动向 路透社披露 莫斯科和北京即将启动一货贸易计划 以规避美国监控的银行系统 此举将使中俄能够规避支付问题 降低西方监管机构 对中俄双边交易的可见性 并限制货币风险 看来中俄的新花样 又让人不得不多加关注了 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政坛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刚宣布 与明密苏达州州长沃尔兹搭档参选 沃尔兹的酒驾黑历史立刻被挖出 这一事件可能对沃尔兹的竞选活动 产生重要影响 选情变得更加复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 报道了中国的一则令人瞩目的新闻 北京官媒北京青年报 连发三篇文章批评纸牌游戏灌 称其导致年轻人躺平 引发社会热议 其他官媒纷纷反驳认为这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 网民对此议论纷纷 有人甚至猜测背后可能涉及高层政治斗争 与此同时 路透社透露 中俄即将启动一货贸易计划 以规避美国监控的银行系统 降低西方监管机构对中俄交易的可见性 并限制货币风险 最后美国政坛也传来大新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宣布 与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搭档参选 但沃尔兹的酒驾黑历史被挖出 可能对竞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今日华尔街报道了中国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重大变动 习近平正在对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反腐整肃 继位奉合之后 更多高层官员可能面临调查和清洗 习近平此举 旨在彻底铲除军中的腐败问题 确保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对解放军的动刀并非临时起义 而是经过长期的谋划和准备 军中高层官员对此感到压力巨大 许多人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此次行动不仅在军内引发震动 也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大家都在观望习近平的下一步动作 星州网报道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 韩国国民权议委员会一位负责反腐工作的高级官员 在家中去世 现场发现疑似疑书的纸条 这位官员曾主导调查总统夫人金剑西 收受名牌包事件 但案件草率结案令他感到良心不安 多家媒体报道了此事 称该官员生前 曾表达对案件处理不当的痛心与矛盾情绪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遗书类文件 但具体内容位于公开 消息人士透露 该官员曾在电话中透露 委员会高层施压要求结束调查 他虽不认同却无力反抗 韩国共同民主党对此表示哀悼 并要求相关责任人站出来的承认错误并道歉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我们将探讨中国在生成是AI专利数量上 领跑全球 但在质量和可操作性方面仍面临挑战 尽管中国的专利数量庞大 但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和中国自身的创新文化问题 这些专利难以转化为实际的创新产品 接下来我们聚焦即将在巴黎奥运会上进行的乒乓球女队决赛 中国和日本的女队双双闯入决赛 这场比赛将决定谁能夺得最后的金牌 完成大满贯 日本女队在半决赛中击败了德国队 尽管新秀哈利本美和施利 但整体表现仍然出色 最后我们来到圣地亚哥动物园 迎接两只来自中国的大熊猫云川和新宝 这是21年来首次有大熊猫来到美国 它们的到来引起了广泛关注 也象征着中美之间的熊猫外交继续发展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和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同意9月10日在美国广播公司 举行一场辩论 这将是两位候选人之间的 首次面对面较量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住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希望在9月4日和9月25日 分别在福克斯新闻频道 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在举行两场电视辩论 特朗普先前在其社交媒体网络上发帖称 自己不会参加ABC的辩论 但现在他希望在9月份 举行包括ABC在内的三场辩论 哈里斯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表示 在特朗普最终承诺后 他期待9月10日的辩论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先前已经表明反对福克斯的辩论 并称主办方应由最近两党初选辩论的 举办者来担任 民调显示 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因此任何辩论都变得格外重要 共同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长崎市召开记者会 鉴于气象厅发布南海海曹大地震的提醒信息 宣布取消原定当天启程的中亚和蒙古外访 岸田认为应留在国内专注于做好危机管理工作 岸田9日上午出席了长崎的和平祈愿仪式 他原定下午乘坐政府专机 从长崎机场飞往哈萨克斯坦 临行前紧急取消石书罕见 岸田原计划9日至12日出访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及蒙古 在哈萨克斯坦 原本将出席日本与中亚五国首次首脑会议 预计发表内容涉及经济援助 去探话等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 官方长官林方正表示 首相会综合考虑各种状况 今后妥善判断 星周网报道 根据伊普索集团最新的民调 美国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支持率 已上升至42% 领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37% 这项调查显示 在7月22日至23日进行的上次民调中 贺锦丽的支持率为37% 而特朗普为34% 表明他的领先幅度有所扩大 此次全国性民调涵盖了2045位美国成年人 误差幅度约为3个百分点 此外 独立候选人小罗波特·肯尼迪的支持率 从7月的10%下降到4% 在2020年大选中最胶着的7个州 贺锦丽也以42%比40%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这些州包括亚利桑那州 佐治亚州 密歇根州 内华达州 北卡罗来纳州 宾州和威斯康辛州 新浪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地震专家警告 可能发生巨大地震后 取消了原定的中亚之行 8日下午 日本宫崎县附近海域 发生了7.1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30公里 导致12人受伤 地震发生后 日本气象厅发布了 巨大地震注意报 并指出自靖岗县到南九州海域 存在发生巨大地震的风险 岸田文雄决定在日本待一个星期 以应对可能的危机管理问题 原计划中 岸田文雄将率领约50家日本企业代表 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并出席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 日本与中亚五国领导人峰会 这是自2004年建立对话机制以来的首次峰会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 如果他重新入主白宫 他将对联储局的利率决策 拥有发言权 显示出他有意削弱联储局的独立性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表示 他认为自己比联储局的人或主席有更好的直觉 并应对利率决策有发言权 这一言论表明 如果特朗普胜选 他可能会对联储局的独立性进行重大改变 特朗普的盟友已经起草了一些提案 试图削弱联储局的独立性 特别是在利率决策和银行业监管方面 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2026年到期 特朗普从多次与鲍威尔一见相左 尤其是在2018和2019年期间 特朗普多次要求鲍威尔调低利率但遭拒 如果特朗普胜选并兑现承诺 将打破数十年来的政策先例 经济日报报道 新加坡总理黄寻才 在新加坡建国59周年国庆日 发表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国庆演说 黄寻才在演说中表达了对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担忧 认为这种战略竞争可能破坏和平与稳定 特别是在该地区 他还提到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增长 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等生存危机变得更加困难 黄寻才强调 新加坡必须以敏捷 有远见和进取的态度采取行动 他还谈到经济问题 表示政府将努力维持生活成本稳定 并通过发放购物券 现金补贴和水电费回赠等措施 帮助中低收入阶层应对通胀 黄寻才认为 从长远来看 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力 是管理生活成本的关键 他还提到 政府将推出新的房屋供应政策 以稳定楼市 并确保公营房屋的可负担性和公平性 东方日报报道 新加坡总理黄寻才 在国庆致辞中表示 新加坡正面对全球局势的重大变化和新挑战 他特别指出 中美两国虽然不想正面对抗 但他们之间的战略竞争 可能影响世界和平和稳定 对本区域尤其不利 黄寻才认为 无论是中美竞争 欧洲和中东的冲突 还是民粹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的兴起 各种外部挑战都没有缓和迹象 他坦言这些挑战 使得各国更难应对紧迫的生存危机 尤其是气候变化 面对这种不利的大环境 黄寻才表示深感忧虑 认为新加坡必须保持灵活 推陈出心 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 他强调的团队将通过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 为新加坡人创造更多机会 稳定物价 并加强社会援助体系 领导国家前进 共同网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9日在长崎市召开记者会 宣布取消原定当天启程的 对中亚和蒙古的外访行程 虽然报道没有详细说明 取消外访的具体原因 但这一决定表明 岸田文雄在当前形势下 可能需要优先处理国内或其他紧急事务 中央社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国家安全顾问高登 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 贺锦丽不支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 高登强调 贺锦丽明确表示 会确保以色列在面对伊朗及其支持的恐怖组织时 有自卫能力 贺锦丽在密西根州底特律的造势活动中 多次被反对以哈战争的抗议者打断 她表示 如果不希望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当选 就让她继续发言 尽管贺锦丽有时比拜登更严厉批评 以色列对加萨的攻击 但她在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后 与其有所转变 明确表示 不会支持全面暂停对以色列的武器运送 明镜电视报道 特朗普的侄子弗雷德 特朗普三世 在新书家庭中的一切 特朗普家族及其成因中 指控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他请求更多资金 以帮助其残疾儿子的医疗费用时 稳酷的建议让这个年轻人去死 此指控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 特别是在特朗普寻求再次参选的背景下 弗雷德揭露了特朗普家族内部的复杂和矛盾 并表达了对残疾人社区的支持和关注 这一事件不仅挑战了特朗普的道德底线 也引发了公众对其是否适合再次担任总统的思考 中央社报道 总统赖清德在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时表示 能源议题绝非简单的反核或拥核问题 而是复杂的多选题 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称 能源配比多元性本来就是要走的路 并强调总统应清楚告诉全国人民 和能现阶段的处理方式和对核电厂的想法 侯友宜还表示 赖总统面对和一场和二场和三场 都需拿出想法与魄力 确保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下处理和废料 并期待未来有更好的科技和电能使用 以确保不跳电及环境永续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